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这里面提到的这些问答 很多时候在我们的YouTube视频单独的说明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有单独的视频音频和文章的说明可以找到答案 但是因为人性原因 各种原因很多人有的时候没有找到合适的解答的地方 那我们下面精简一下 所以20问答根据大家最常见的经常提到的问题给大家在这里总结一下 好 那第一个就是说尤其是关于访问学者专业人士我们这个题目里提到 另外对于在美国的留学生 其他人们也都试用的 别人问道呢 说我的背景是否能够申请EBYA杰出人才或者NIW国家利益豁免绿卡 那么我们为来自中国的博士后 博士生 访问学者 工程师 教授 艺术家 专业人士 以及来自中国或者目前在中国工作的大学的教授 副教授 医生 工程师 设计师 建筑师 骑手 商业人士 金融专业人士 化妆师 艺术家 收藏家 市场总监 咨询专业人士等等 成功的取得了杰出人才的EBYA绿卡批准 或者NIW绿卡批准 还有的申请人包括技术员 金融分析师 IT专业人士 画家 音乐家 摄影师 投资分析人 管理人士等等 所以一般来说 你如果在本专业有一定的成就 有客观证据来支持 比如说发表专业论文 工作得到引用 或者审稿 这些经历 这个是对于理工科的 对于其他人呢 比如说如果有媒体报道 获奖 公民组织成员 在公司担任重要职位 作品得到展示等等 那么呢 有这些就有可能有机会申请并且得到批准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常见的问题呢 有人问到说 我的绿卡申请怎样才能带上我的配偶和孩子 简单来说呢 是一人申请 全家移民 比如说职业移民 第一步呢 I140部分是个人的申请 只需要主申请人一个人来准备和提交材料 当然需要配偶和孩子的生日和姓名信息 然后呢 在排期到了以后 全家 包括配偶和21岁以下的孩子 都可以根据主申请人的I140来办理后续的I485申请 如果在美国境内 或者如果当时身在美国境外呢 可以通过叫领事处理 Consular Processing 在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取得移民签证 然后入境美国领取绿卡 关于配偶的情况呢 这里讲一下 如果是在你本人绿卡批准以前 包括你的I140提交以后 批准后 在I485提交后 只要是在你拿到绿卡以前 两人结婚 那你的配偶呢 可以算职业移民申请的副申请人 Derivative beneficiary 和你本人呢 可以在差不多同时拿到绿卡 如果两人在你本人拿到绿卡以后结婚呢 那么你就要为配偶申请亲属移民 目前呢 这个绿卡持有人为配偶申请绿卡也不需要排期 职业移民 不管是EB1还是NIW属于EB2类别呢 都需要排期 那么申请人可以先办理I140步骤 在排期到了以后呢 提交I485 或者办理移民签证 如果你是拿J签证的呢 那么有两年服务期的限制 你可以完成J1豁免 或者在中国完成这两年服务期 同时呢 等待排期到来 那下面第三个问题呢 经常问到的是 申请美国利卡要多少钱 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ouTube频道里面搜索 我们在这里总结一下 美国移民局的官费呢 I140现在是700美元 如果用加速审理呢 移民局另外收1440美元 140批准后排期到了以后办理485 目前呢 每个成人收费1225美元 14岁以下的孩子收费750美元 如果在广州办理移民签证 美国国家签证中心叫NVC 目前每人收费345美元 然后呢 还有一个 呃 驻广州领事馆的这个签证费用 目前是205美元一个人 这些呢 都是移民局收的官费 啊 还有美国政府部门收的官费 另外呢 还有翻译公证体检等等的一些费用 我们的律师费呢 需要根据具体申请人的情况而定 分布收取 可以联系我们询问 大家知道呢 1B5 投资移民现在需要至少90万美元的投资额 另外还要几万美元管理费 几万美元律师费 排期可能还要很长时间 拿到的呢 还是条件绿卡 过后还要另外申请 去除条件 和中国城市的房价相比 以及和投资移民相比 办理EB1和NIW类别的绿卡呢 花费还是很少的 而收益很大 下面第四个问题 EB1杰出人才和NIW国家利益豁免申请 是否需要雇主支持 是否需要在美国已经有工作 答案是不需要 可以自己申请 仍然算是职业移民类别 因为申请人的理由呢 是将来要在美国继续从事本专业的工作 然后因为申请人呢 属于杰出人才或者有特殊的技能成就 美国政府呢 不要求申请人已经在美国有工作职位 或者工作机会 不要求雇主刊登广告 向劳工部证明找不到 愿意和能够做这个工作的美国人 因此呢 申请人即使目前还在上学 或者失业在家 或者人在美国以外没有美国的工作 也一样可以提交EB1或者NIW申请 我们为处于上诉几种情况的这个人士 包括从来没有来过美国 从中国直接申请的人士 成功的取得了绿卡申请的批准 第五个问题 美国绿卡申请分成几步 简单来说分成两步 第一步呢 确认申请人有移民的美国的资格 对于职业移民呢 对应的表格叫I140 亲属移民叫I130 第二步呢 如果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 叫I485 如果在美国境外 比如说广州领事馆 是办理移民签证 这一步主要是背景调查 证明申请人没有犯罪记录 不是间谍 体检合格 没有违反移民法的记录等等 第六个问题 我现在开始办美国绿卡 什么时候能够拿到 这个要看你办理哪一类 还要看移民申请的排期情况 处理时间 简单来说呢 目前2020年的3月 如果你是办理EB1杰出人才 申请 排期根据filing date 现在要两年半左右 另外呢 从开始准备申请到提交 还要两三个月的时间 这是如果你积极配合 那你那边没有拖延 两三个月提交 提交以后呢 通常在几个月 可能半年到一年得到处理 如果是办理NIW申请呢 目前排期要三年半左右 但是NIW呢 比EB1要容易批准很多 现在呢 中国申请人的EB2 包括NIW类别 排期比印度人的时间 还是要短很多 这个呢 还是需要考虑 抓紧时间来申请 我们也有这方面的 专门的文章和视频来解释 第七个问题 NIW全称是什么 原理是什么 NIW全称呢 叫National Interest Waiver 中文叫国家利益豁免 原理是呢 就是说这个申请人有专长 比如在科研 教育 艺术 商业领域 那么像这样的人呢 给他美国绿卡 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这个利益超过了 保护美国国内就业市场的利益 所以呢 即使他的工作 有可能已经有 合适的美国人能做 那也没有关系 像这样的申请人 NIW批准了 然后就可以完成 后续美国绿卡的布置 第八个问题 什么叫排期 英文呢叫Cut-off Date 简单来说 比如说对EB1 NIW职业移民来说 I140 你申请提交到 美国移民局的日期呢 叫你的优先日期 Priority Date 然后呢 如果你的优先日期 早于 这个美国国务院公布 美国移民局采用的 这个排期日期 你就可以完成 后续步骤 不管是I485 还是移民签证 那么第九个问题 为什么美国绿卡申请 会有排期 简单说 因为申请人数量多 绿卡名额少 根据美国移民法呢 每年EB1 有4万名额 EB2 包括IW 也有4万名额 有资格提交 485 或者移民签证的 申请人 数量超过了 这个名额 那么呢 现有的年度绿卡的名额 不够用就出现了排期 第十个问题 排期形式会怎样演变 怎样应对 有什么办法能绕过排期 那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知道 申请人啊 不管是符合条件的 还是有兴趣的 来自中国的申请人 因为各种原因 包括大学扩招等等 会越来越多 那么研究生也有很多扩招 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呢 排期有可能会越来越长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呢 需要尽早提交申请 如果申请人的配偶 出生在中国大陆 以及印度以外呢 可以使用配偶 出生地的排期 大大的缩短 等待时间 另外呢 重要的一个办法呢 是先提交NiW申请 这样呢 不但有一个保底的 旅卡机会 还可以有较早的 优先日期 在队伍里有较早的位置 过后呢 你还可以另外考虑 如果有条件 有机会 申请EB1A 或者EB1B 同时呢 能够用较早的NiW优先日期 并且按照EB1类别排队 如果你不理解呢 我们后面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比如说 张博士在2020年5月 提交了NiW申请 几个月以后得到批准 然后呢 在2021年 或者2022年 他又交了EB1申请 同样获得批准 这样呢 张博士可以保持较早的优先日期 就是NiW申请的提交日期 2020年5月 而不是后来的EB1申请提交日期 同时呢 又可以选择 按照EB1或者NiW类别来排队 一般来说呢 EB1排期时间 会比NiW短一些 这样呢 张博士就有机会 较早的提交 I485申请 或者办理移民签证 拿到绿卡 这样呢 通过在2020年5月 提交NiW获得批准 在此后再办理EB1 张博士达到的综合效果 与在2020年5月就直接提交 EB1A申请 获得批准 是一样的 可以在同样的时间段 拿到美国绿卡 那么为什么他没有在2020年5月 直接提交EB1A申请呢 那很简单 那个时候直接申请 很可能会因为背景不够强 而被拒 但是通过上面介绍的两步走的办法呢 张博士先提交NiW 过后再交EB1 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同时还有NiW保底的效果 第十一个问题 我现在准备或者提交NiW 绿卡申请 然后还能不能办美国签证 这方面我们也有专门的文章和视频解释 简单说要看你申请哪种签证 如果是申请H1B O1 L1等等工作签证 一般没有问题 允许移民倾向 不会因为移民倾向被拒 如果是申请F1 J1 B2等等签证 那么呢 你在提交绿卡申请以后呢 就有了移民倾向 申请签证 获得批准的风险会高一些 当然呢 也还是有可能取得新的签证 这个因人而异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呢 你也可以考虑在先拿到 多年有效的签证以后 再提交移民申请 另外呢 I140申请是个人的 你自己的140申请 不管是EB1 NiW 还是别的类型 不算你配偶和子女的 移民倾向 一般不影响 比如说子女办理美国留学 配偶和子女申请美国旅游探亲 或者访问的J签证 第十二个问题 我此前或者现在 或者准备拿访问学者类别的J签证 那么我能够申请绿卡吗 或者我先要完成J万豁免吗 你答案呢 是你可以准备和提交 I140的绿卡申请这一步 不需要先完成J万豁免 如果人在美国呢 如果需要你也可以用申请绿卡的理由来办理J万豁免 第十三个问题 我曾经是公派出国的 不能办J万豁免 那么还能申请绿卡吗 可以I140申请不需要J万豁免 然后呢 如果需要你可以返回中国完成两年服务期居住时间的要求 过后呢 可以返回美国交485 或者在广州领事馆办理移民签证 我们有一些客户是这样 第十四个问题 我现在还没有博士毕业 能申请绿卡吗 会影响我的OPT吗 可以申请绿卡 我们有若干客户是在毕业前提交I140申请取得批准 我自己也是在PhD毕业前提交NIW申请 然后取得批准拿到绿卡 我从来没有用过H1B工作签证 我们还有更多的客户呢 是在美国留学以及OPT期间提交绿卡申请 我们自己的经验和观察是I140申请不影响OPT和OPT延期 第十五个问题 我现在正在申请美国签证 或者将来想办理美国签证 比如H1B或者O1 那能申请绿卡吗 二则有冲突吗 可以申请 没有冲突 彼此没有影响 我们的客户和同事有这方面的亲身经历 那么如果你是申请B签证 F签证 G签证 可以在签证批下来以后再申请绿卡 但是像HL O签证这样的工作签证 和绿卡申请彼此之间没有冲突 第十六个问题 那么绿卡申请要办几年时间 在此期间我怎样维持在美国的合法身份 首先呢 如果排期到了 你交了485 那么不需要任何别的签证身份 就可以合法留在美国 还可以通过EAD为任何雇主工作 如果是在等待排期期间 那你还不能交485 那么你可以用H1B F1 J1等等签证 在美国工作 生活 如果J1签证呢 你完成豁免了 但是还在原来的地方工作 DS2019还没有过期 那你的J1身份仍然有效 另外你还可以考虑申请O1签证 这些我们都有专门的视频和文章介绍 另外呢 如果你因为签证的原因 或者因为工作的原因 因为事业发展的原因 需要离开美国一段时间 也没有关系 已经提交已经批准的EB1 或者NIWI140申请 仍然有效 你还可以凭借批准的140 过后办理I485 或者移民签证 拿到绿卡 第十七个问题 申请杰出人才或者NIW 我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材料 律师为我做什么工作 如果你是比如说理工科的专业人士 需要能够提供证明你的学术成果 或者其他专业成就的 文件 比如说文章引用审稿 或者这方面的记录 媒体报道获奖 产品展示 在公司的重要职位 对本领域的贡献等等 需要有书面证据 因为我们要整理材料 编撰索引 加上其他的文件和内容 我们会打印 装盯好 全部的申请文书 提交到美国移民局 那审理的是纸质的书面的材料 不是口头的 也不是视频的材料 那如果你的材料有一些是中文的呢 其中有的重要文件可以摘要翻译成英文 总体来说呢 有利的中文证据 重要的中文证据 对申请批准还是可以起到很大作用 语言本身不是问题 只要符合申请条件就可以 那前面提到我们有的客户 多年的中国工作从来没有到过美国 一样也拿到了杰出人才申请批准 在客户和我们律师事务所签约以后呢 我们会提供详细的分步骤的具体说明 和各种样本文件 如果要更多了解 我们为客户做哪些工作 申请的具体步骤 时间点等等 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会提供更多的关于服务内容的说明 第十八个问题 我现在或者将来准备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一段时间 那我还有必要申请绿卡吗 我应该怎样安排 或者将来怎样保持美国绿卡 首先像前面提到呢 一人申请全家移民 主申请人和配偶孩子呢 都可以拿到美国绿卡 对于很多情况下呢 对孩子尤其会有用 比如现在有很多中国留学生 已经在美国 或者即将到美国 或者父母考虑送孩子到美国留学 但是我们知道呢 其中有很多人 因为工作签证抽签等等原因 不容易获得美国的工作签证和绿卡 而留学生的父母呢 如果说出面作为主申请人 来办理美国绿卡 就可以很好的帮到孩子 另外呢 全家取得美国绿卡以后呢 主申请人可以考虑 要么每隔几个月 到美国一次来保持绿卡 除此以外还可以申请 所谓叫回美证 叫Re-Entry Permit 两年有效 到期以后呢 还可以再申请新的 比如我们有客户 在拿到美国绿卡以后 已经在中国生活工作了 四年以上 已经取得了第三次的 回美证的批准 最后呢 如果主申请人 在取得绿卡以后 因为某些原因 主动或者被动的 放弃了绿卡 也不会影响 他的配偶和孩子 已经拿到的美国绿卡 第十九个问题 我拿到美国绿卡以后 是不是要交很多税 只有你的收入 在美国得到的收入 需要交税 在中国已经交税的收入 还可以递减 一般来说 每年拿到的前面 十万美元左右的年收入 有可能可以 不用交美国的所得税 在美国境外的资产 一般来说 不需要交税 更多问题 关于这方面的具体情况 请咨询快递师 最后第二十个问题 怎样取得 对我绿卡申请的免费评估 我还有更多的问题 应当怎样联系 可以给我们发email info at nwmlaw.com 我们的email 在我们的视频上面有 可以通过email和我们联系 我们会及时的回复 好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访问学者和专业人士 办绿卡二十问答 那么除了发在 我们的YouTube频道上以外 我们也还会发在 其他的地方 另外文字版本 会发在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 谢谢